好,謝謝 好,OK 因為他有認真寫選擇題 所以要對的12題 然後很明顯的是 俊瑋跟柯慶也很認真在寫 所以對的9題 可是你... 可是你不到9題 可是你不到9題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好有題耶 欸,阿中 你耶是很明顯 沒有給我認真考試啊 可是你的非選擇題有認真寫 前面的選擇題到底怎麼回事 我真的有不到這寫 可是看不懂啊 欸,非選擇題怎麼寫 那...你非選擇題也有寫 那...你的認真寫是怎麼認真寫 講清楚 啊就看啦 看著懂了就寫啊 看不懂就別人看 沒有,看不懂 你還是要再試著再看看寫啊 我怎麼看都不懂啊 要像那一樣 至少要嘗試兩三次就慢慢看 就慢慢看 就慢慢看 看我看喔,現在 老師他拿我的東西不好 人家的東西就要還給人家 他要給我的 欸 臭,不要亂 來,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來,看我這裡 你覺得 看我這裡 全部看我這裡 其實我們剩下沒有多少時間 這一圈比較長 還是 這一個會比較高 還是下面那個會比較高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再一次喔 你覺得這一圈會比較長 蓋子會比較長 就是這一圈會比較長 還是這一個會比較長 比較長 你做一個選擇 每一個人都做一個選擇 三個嘛 三個選擇 一個是一樣 一個是這一個比較長 一個是這一個比較長 這樣可以嗎 好 你覺得會一樣長呢 請舉手 好,放下 你覺得會是這一個比較長的 請舉手 好 你覺得 你到底是有舉手 還是沒舉手 你覺得是這一個比較長的 請舉手 其他的沒舉手 是什麼意思 沒有以上舉手 沒有以上舉手這個答案 再一次喔 來,手放下 你一定要做選擇 你一定要做選擇 你覺得是這一圈比較長 對不對 圓的周長比較長 還是這一個瓶子的高度比較高 還是他們會一樣長 這樣 以上皆非 不可能以上皆非 為什麼呢 我跟他比身高 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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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嘛一樣高 要嘛他比我高 要嘛我比他高 對不對 他比你高是 以那個 好 你 你會是很高分子 來,你一定要做選擇 哈囉 一定要做選擇喔 你覺得這個會比較高的請舉手 這個會比較長的請舉手 我覺得他會比較短 一個兩個 放下 頭髮短 來,我再講一次 手放下 每一個人都要做選擇喔 新澤不要趴著 新澤 手抬起來 好 這一圈 比較長 還是這一個會比較長 還是他們會一樣長 這樣 對不對 好 你覺得這個圓圈圈會比較長的請舉手 我覺得是 你覺得圓圈圈會比較長的 兩個 放下 兩個 你到底算不算 三個 你覺得這個會比較長的請舉手 放下 所以其他人都覺得會一樣長 Yes 好 只有他們三個對 對 來 借我一下 注意看喔 這樣很不禮貌 對不起 不行 不行 好,來,注意看我們把它量一下 注意看喔 好,我們把它量起來 注意看喔 看這邊我們就量到這裡對不對 你覺得它會有多長這樣 注意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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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看喔這裡 你有想像它有這麼長嗎 眼睛看好這裡 你有想像它有這麼長嗎 就剛剛剛剛 就剛剛這一圈喔 就剛剛這一圈喔 一模一樣喔 一模一樣的長度喔 它圓比它長很多 然後 我們有跟你們講過 來,哈囉 看好這邊 看好這邊 哈囉 這個圓的大小 好,哈囉 還記得我跟你們講過 來,給我給我 遠的大小們看什麼 遠的大小們看半徑還是看直徑 看直徑 看直徑 所以注意看喔 所以我用直徑來量 注意看 來,看好這裡 哈囉 看好這邊 信中 不是啊,那個是誰 昏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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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浪圍喔 來,我用這個去量喔 你覺得我可以量幾次呢 你覺得我可以量幾次呢 一次 兩次 三次 剛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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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高度可以 剛剛的那條繩子的高度 用這個瓶蓋量 可以量三次多 你知道那個三次多是什麼意思嗎 三次又多一點 三次又多一點 對,沒錯 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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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么大的圆 好 如果要做这么大的圆 来 眼睛看好这里 哈啰 同学 看好这边 如果要做这么大 因为我们圆 圆的大小是看直径对不对 这个圆有这么大对不对 看好这边 这个圆有这么大 不要讲话 看好这边 这个圆有这么大 那这一个有多长呢 哈啰 看好这里 不要讲话 同学 这个圆有这么大 那这一个圆周有多长呢 注意看 我们从这里开始量 这弹性不是很好 这是第一次对不对 第一次 然后再来 它的弹性还不是很好 但是还可以这样 它如果再新鲜一点会更好这样 这是第二次 对不对 再量第二次喔 再来 再来 眼睛看好这里不要讲话 再来 注意看 这是第三次 所以你注意看喔 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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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量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你知道你知道 这个量出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的这个的长度 因为一个圆的大小 我们用直径来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的长度 这一个的长度 用用这个的长度去量它 我们可以量多少次呢 可以量三点多次 还记得吗 国小就有讲过这个东西 三点一四指的是这个意思 哈啰 立页 对 就是 你们国小讲的那个三点一四就是刚刚我量给你看的 用 用这一条直径 用这条直径去量这个圆 我可以量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个就是还剩下点零一四 这样 懂意思吗 所以也就是说 直径 喂 同学 直径跟圆周长 你直径用多少去量 你用直径用一条直径去量 用一条直径去量 喂 你们真的很没有礼貌 非常的不尊重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教你们最失败的在这里 我必须要跟摄影机承认这样 我觉得我没有把你们教会什么叫做尊重 没有好好的约束你们的行为 让你们现在非常的随便 那随便到连考试也随便这样 然后上课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在上课你们在下面讲话 然后我讲你你还摆一个脸色给我看 或者是说我讲你讲了好几次 你还是不理我这样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告诉我下一次我如果上转班 我不能这么对待你们 就是不能太尊重你们这样 因为尊重就变成反被不尊重 然后让你们上课吃东西 要吃到后来也是不尊重这样 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方式 跟一般班级的方式都是一样 我觉得我上你们班最失败最失败的就是 我让你们非常的不尊重我这样 就是你们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 你们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 所以我要不断的请你们安静 这是很奇怪的行为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样根本不可能上课 你们也不可能学到东西 因为我一直在管秩序 然后做任的事情都一样 你们并不是国中高中毕业 国中毕业之后就 你们永远都在学习 不管你是学以后要做工作的事情 或者是以后要念书的事情 你们永远都在学习 永远都要保持在学习当中 你只要是当学生 坐在课堂上 你就要认真听老师上课 你在工作的场合 就要认真听老板的话 老板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然后你有更好的想法 要告诉老板 这个什么事情 怎么做会更好 你有什么事情 说 所以我刚刚有跟你们讲 就是 老板叫你们做事情 当然你会有判断不是吗 可是基本上他要你做的事情 都是跟你 因为你在那边工作 你是要赚钱的 不是吗 你是有没有良心的老板 对 那难道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老师吗 因为你们很没有良心的对待我 非常没有良心的 你们这一学期非常没有良心 你们把我当成是一个没有良心的老板 某一些同学 你让我不断的请你要看我这里 然后你不断的在睡觉 你们让我深深的反省就是 我一开始不应该对你们好的意思这样 就是该凶的时候就要凶这样 其实我是真的是痛定是痛 就是 我从来不会这样子上课 我上课的时候还需要这样请学生安静的 只有你们班 我教室这么多点只有你们班 我上课需要不断的请学 请学生要上课安静 请学生上课不要睡觉 我到底哪里不尊重你们 要你们这么的不尊重我 我到底上的东西哪里让你听不懂 如果你有听的时候 我哪里让你听不懂 如果你有认真听你听不懂了 你举手 我上的课哦 我上的课 你有认真在听你听不懂了 请你举手 没有啊 所以问题在哪里 我从一开始上你们班的课 就跟你们讲 我期待你们是B 我不管你们对自己有没有期待 其实每一个人做事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都一样 永远都要让自己在学习状态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就要当学生好好的学习 你在工作的场合 就是把你的工作做好 不是说我人家里去死 他就去死 当然不是啊 你会懂是非懂判断 你知道我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 老师不是吗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呢 那当然那个老板如果不好的话 有状况的话 你还是要判断 那个每一个人都有判断的能力 我最大的示范就是 让你们没办法上课好好的听课 最大的示范 所以我没办法把你们带到 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样 你们这学习的最精彩的那一堂课就是二次函数那一堂课 我上到起早几分钟下课的那一堂课 还没下课我已经上完进度了 为什么 那个二次函数那个单元 以前的九五是从来不会上课的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单元 九五根本不会上那一堂课啦 那一堂课也没有机会上到 你知道你们的课程 我把你们九年级的课程全部上完了吗 每一个单元我都上过了呢 你们一个礼拜才两堂课呢 每一个单元我都上过了喔 只要你有认真在听 你就可以学习 就可以进步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不同的领域 不管你去工作的地点 不管你在学校的学校的地方 或者是你看人家的表演 魔术表演 都是一种学习 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但是如果你摆烂 就很不好 这个这个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我的功课就是 努力的想办法把它 弄到你觉得简单好用 就像我刚刚问你们的这个问题 哪一个比较长 就这样而已 你们让我请你们举手举三次 因为你们连举手都不愿意 连举手都不愿意喔 所以你们好像是在告诉我一个讯息 我就是要陈寗老师这样给你们派 改派的时候就是要派 因为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是把你们当成是一样的 我是把你们当成是一样的 你们希望我以后对待不同 对待专门就是要把它当成是不一样的 你们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自己 你们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要自己贬低自己 就像你们那个体育馆集合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要躲到后面去 为什么要隔一段距离 不对 你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对 一个学校 一个群体 你们怎么可以独立在外 你就是应该在九年四班的后面 你们就故意隔一个空间 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 就算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会请他往前 因为那是一个共同的场合 可是你们不是 你们到底是怎么看待你们自己的 你们怎么看待你们自己的 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连你们自己都看清自己的话 谁还会看重你 没有人会看重你 只有你看得起自己 别人才会看得起你 你们有觉得我看不起你们吗 我从一开始就希望你们 你们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比以上的等级 问题是你们到底自己有没有看重自己 到现在还是有人趴着 我的课堂是不会有这种学生的啦 只有你们班 我的课堂你们可以去看 你们可以去寻 你们毕业之后 回来看一下我的课堂是什么课的 我的上课学生是什么表现的 只有你们这样对待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们这样 这么不尊重我这样 我说的你没在听呢 真的呢 我今天拿个扫把 拿个扫把而已 一直要到陈中博 中博请你们拿你们才去拿 我跟你们讲多少次 不听就是不听 这样你们好好的写笔记 上学期做得到下学期呢 整个都不见了 字黑白配黑白下 你不能学吗 不是 你不看重 你不看重别人 你就不看重你自己 尊重是双方面的事情 当你不会尊重别人的时候 你也不会尊重你自己 所以你就不可能会进步 然后永远都会看清自己 这不好啦 这真的不好啦 我很看重我的每一堂课 所以你们的每一堂课 我都很认真的在准备 我很认真的想要带给你们一点东西 可是呢 我面对的是什么呢 面对的是我一边讲 你们一边在下面讲话 而且我还不断的跟你讲 你们真的可以去看啊 我的8182 他们上课是怎么上课的 你可以去问我以前的学生 他们上我的课是怎么上课的 哪有像你们这样 所以我一直在反省啊 我到底失败在哪里 让你们这样子不尊重我这样 这么的不尊重 然后再回到刚刚跟你们讲的话 我跟你讲 很重要的 你们在什么场合就要做什么事情 这一堂是数学课 你就是要好好的听 我要谈什么 你没有听你怎么知道 你可以从东西得到什么东西呢 知识性的东西是互相互相传来传去的 学了这个另外那个就跟得起来 学了那一个另外这个就跟得起来 你摆烂 这件事情摆烂 那件事情摆烂 每件事情都是烂 就一路烂到底 我去年刚代毕业的那个班 他们八年级我才接他们班 不是老师班 他们从一开始大概成绩是全校比较偏低的 到最后会考成绩是全校最好的 平时断考还是输人家 而且远远输人家 平均分数远远输别人 会考考是最好的 所有的男生全部都是B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会像你们这样上课 你们以后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 你才有可能会看中你自己 然后 你们没有不一样 不要说有个九五 然后在那里就觉得 我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比人家低等 我本来就是不会学习 我本来就是功课不好 我本来就是怎么样 我才会来这个班 不要这样子想 成立这个班 不是代表就是那个 好像收那个 那个什么 PIT要鼓下 不是这样 你不能这样想起来 你就会有这样 你不是只能这样子 你未来可以怎么样 很难说 今天不管你的功课怎么样 不管你的数学怎么样 都影响不了你以后的成长 可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们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学会尊重别人 以这门课来讲 以每一堂课来讲 老师在上课 你会怕这样说的 这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 老师跟你讲了 你再继续 跟你讲了 再继续 跟你讲了 再继续 一堂课二三十次 你们可以回去分析一下 这学期的录影带 跟上学期的录影带 差异性在哪里 你们这学期 频率太高了 二次然书那一堂课 为什么你可以学得很好 你有在听啊 你没在讲话 你在参与啊 所以你听得懂啊 学得起来啊 最难的科目 你们还是可以学得起来 难道 难道以前的 上九尾的老师 二三四根本连碰都不会碰 因为他觉得 他们不可能会听得懂 所以根本不用上 我是怎么看待你们的 你们是怎么看待我的课 永远都要保持自己 在一个学习的心 然后一定要看重自己 尊重别人 千万不要看清自己 千千万万 绝对不可以看清自己 只有你看得起你自己 你才有可能会不一样 而且会很不一样 我刚才刚跟你们老师讲了 你们班的能力完全不是问题 程度完全不是问题 跟你七八年级学得好不好 根本不是关系 关系在你们摆烂而已 就这样而已 你的程度资质都不是问题 现在趴着三个也都一样 像红昆尾 程度非常好 完全放弃学习 是不是这样 因为那个一天打工可以一千块 把他的心给收买 你们要知道现在什么事情 对你才是重要的 你总不能就是 难道你要一辈子 就这样打工下去吗 记住 一定要看得起自己 好好的用心做一些事情 下课 诶 那个科技直接说去我那里 我把他拿着这台相机去乱乱拍 我把他拿着这台相机去乱乱拍 好好的 好好的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